一开口就是骂日元贬值 害惨大家 日本UNIQLO创办人刘景震 罕见开炮就是为了越来越薄的日币 直言政策方向太可笑 就是因为在日本央行上个月宣布进行17年来首度升息后 日币不升反贬 贬幅还扩大 在3月19号解除负利率那天 1美元收在对150.81日元价位 但是一个月后4月19号交易日 则是收在1美元对154.38日元是34年新低价位 另外以近月日元表现来看 同样不好 单月就下跌3.97% 疲弱的日元让企业主大叹 太难做了 三年前当日币还是1美元对130日元价位时 这间汽车零件厂的老板就感态贬值吃掉利润 没有想到三年后贬得更夸张 还得转移工厂 把东京都内多座工厂卖掉将产线集中到山里县 希望节省人力和运输成本 但是日本有意为了维护观光新以力 让日元保持在外国人眼中的甜甜价 换的时候应该是不到4.8吧 现在觉得可能还是比我换的时候要再低一点 趁日币贬值先换起来 大家都有这种心态 大陆游客尤其踊跃 游客满手日币就会开心大买 但可惜观光业的红利无法共襄 中小型制造业 进口原物料成本都是美元计价 真的是心在堂线 希望政府硬起来介入会市 但是这又攸关美元走势 美国通膨顽固难解 降息希望渺茫 导致日元和美元还是存在巨大利差 所谓的套利交易 指的是国际投资人 常透过借出低利日元 兑换成美元来购买美元资产 而美元资产赚的利益 再换回日币 利用长期弱势的日元来赚取利润 而现在即便解禁升息 幅度还是不如预期 现在不能急升 也不能放任续扁 日本央行确实伤透脑筋 还是决定采取保守的渐进方式 只是就不知道民间消费 能撑多久 民众叫苦连天 同病相连的还有韩环 亚币起不来 都让日本南韩苦哈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们下个儿板准备下载TV 看最完整的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